好,來,大家,大家好喔 因為接下來繼續山路 今天那個真名五後面這個真名三還蠻漂亮的 這邊的話冰上活動大概二月 二月來的時候 就會整個湖上面他們會有一個叫做馬子里 馬子里就是我們講的祭典 日本人會在真名湖上面像釣魚啊 還有一些冰上的活動 都會在這裡來舉行 外面現在還有四度耶 還有四度耶 那我們接下來就越往上面開 山區的溫度就會越來越低 那剛剛馬妮呢還有跟今天清淨者熱源飯店呢 確認了一下天氣狀況 他跟我說太陽下山之後一定溫度都是變 minus的 負的 反正大家有沒有覺得好像今天下來好像也還好耶 好像也還好耶 好像沒有那麼冷冷冷對不對 其實日本的冷冷跟我們台灣不太一樣 一差在那裡打台灣是濕冷 濕氣帶的很重 日本他比較乾燥 所以那個乾燥冷跟濕冷又不太一樣 你看這四度你不會覺得說很冷 不過如果在我們台灣有沒有 你看四度是很冷的咩 對啊 這麼冷的齁 你像這一波寒流來有沒有 我住台中啊 台中的這幾天寒流來八度 我感覺好像比那個日本還要冷的那種感覺 就差在哪裡 差在那個濕度 濕氣 再來連老 我們人的身體是很奇妙的 適應力非常的強 你的身體會做自動的恆溫跟調整 所以呢 長一天來 今天一天來 他也慢慢在適應 你也慢慢在適應 再躲下去之後你會覺得 真的可以躲在這裡 對不對 你不拿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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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斃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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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不拿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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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大家 有沒有發現到呢 我前面有那個路溫喔 現在冷多 冷多 不過我看我手機是四度 差不多 好 你們坐車勒 看風景的時候 你可以慢慢觀察一件事情 其實有沒有看到 日本人他們對那個森林的保護 非常的重視 他們的槍子 他們的山頭 他們的湖 他們的景區 你可以看一下 他們都是有在照顧的 保護得很漂亮 尤其是 尤其是 那個山頭上面 那些殘雪的那個地方 有沒有 哇 看過去那個整齊度 跟我們一般的在台灣看呢 不太一樣 其實我們覺得日本的景 他們的風景 水的大 我覺得他們的風景呢 漂亮在不是特別的大 也不是特別的寬闊 但是呢 他們的那個景色看過去就是 高低起伏連在一起 那種差不多的那種層次美 漂亮在這邊 好 再來呢 他們對環境呢 要求呢 保護呢 非常的重視 你不要看這個山頭 這個每一區 都是有人在管的 都有人在管的 他們這槍子有沒有 我們台灣有很多 很漂亮的槍子 但是我們差別大 我們比較沒在修正 沒有在修剪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人家這個樹有沒有 枯萎之後 葉子掉了之後 他們會派人來 把它稍微修剪過 好 像 左邊你們看到的 這個開始結花包的 這就是都Sakura 好 這個叫什麼鷹 吉野鷹 有聽過嗎 吉野鷹 這打開的時候呢 是粉紅色的 淡淡的這個粉紅色 為什麼他們對樹木這麼能保護呢 要說到日本的一個戰爭 二次世界大戰 你們有聽過嗎 二次世界大戰啊 發生在西元的1945年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日本的是唯一呢 全世界被投了原子彈的國家 得到所謂的限制爆 日本哪兩個地方叫我漏原子彈 廣島 廣島跟長期 廣島跟長期 其實那個時候 也不能說 也不能怪日本 怎麼說 因為當時呢 日本跟美國的態度非常的曖昧 什麼意思 想要攻打日本 又不太想要攻打他 那日本人啊 自以為聰明啊 他們覺得說 今天美國想要來幫我打 可是他還沒動到我 他就想說 如果我先去攻打他 我可以利用五年十年的時間 好好的研究我的那個武器 來這一個呢 對應他們 所以日本啊 他們就寫那個 以前都會打電報嘛 好死不死呢 那個電報呢 流到美國人的手上 就是呢 上面寫說 短期之內 要去攻打人家 珍珠港的什麼 航空母艦 好 然後呢 老在呢 日本要過去的時候 美國就把他們的 珍珠港的航空母艦 早就都撤掉了嘛 但是這個 一挑釁的動作呢 就讓美國呢 很不爽啊 為什麼 人家本來就看你不爽 想要幫你打對不對 還要幫你打 你就先去挑釁人家 這個叫什麼 正式宣戰 所以 當時呢 這個一挑釁的動作 美國呢 就要來攻打日本 其實呢 美國有給日本機會哦 他跟他說 你只要無條件的投降 我就放過你這個國家 但是 各位貴賓知道嗎 日本這個國家 他們是世界壓心很大 你們有沒有看到日本的國旗 日本的國旗 中間是一個紅色的太陽 你們有沒有看到 紅紅 為什麼 他們那個國旗怎麼來的 你知道嗎 他們覺得他們是世界的太陽 那個藝術 他們要照亮全世界 所以他們覺得他們是 說得比較好聽是這樣 說得比較阿爸 就是我們是世界的王 所以你看 美國要叫他投降 你覺得他會投降嗎 哪有可能 於是呢 就正式宣戰啊 就所謂的二次大戰 好 二次世界大戰 在當時 1945年 第一顆原子彈 在8月6號 第一顆原子彈投在哪裡 投在廣島 你問大家喔 為什麼日本這麼多城市啊 他偏偏要打廣島 為什麼 你們有沒有想過 港口 人港口喔 廣島不是港口 工業重鎮喔 工業重鎮喔 也不對 人比較少喔 我都要你倒了 我還管你人多不多 對不對喔 好 這個誰講的好有愛心喔 你這個跟人家吵架 應該都輸的齁 哈哈哈哈 好 講話 其實喔 我們跟大家講 一個國家 你要投很簡單的 你只要把一個國家的 軍事藥地把它毀掉 什麼叫軍事用地 就是做炸彈 做那個炮彈 武器最多的地方 當時呢 廣島擁有全日本 最重要的軍事藥地 所以 第一顆原子彈 在8月6號的時候 就在廣島跟砰 跟他摸下去 投下來 早上幾點 9點5分的時候 廣島那個時候呢 有15萬人 瞬間 一半以上的人死掉 10萬人死掉 好 當時呢 在位的天皇 叫做昭和天皇啊 人要叫他 無條件投降嘛 他賣的嘛 他想說 可能美國是在跟我們開玩笑的啊 所以呢 沒有馬上又投降喔 第一顆不是在8月6號嗎 於是 隔了三天 8月9號的時候 本來第二顆原子彈 不是要投在長期 本來第二顆要落在台 你們知道嗎 你看喔 我把你這個國家的軍事藥地 把你打掉啊 你還沒煩惱 沒關係 對 我就給你這個國家 無錢 好 經濟